今天很高興我們城市走讀 來到我們台北當代藝術館 那我們也知道台北當代藝術館 它其實是一個歷史建物 也是設定了三級古蹟 那既然是設定三級古蹟 那個新聞獎一定是獎得淚淚淚淚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我們的 館方人員我們的館員 我們的玉華大美女 為大家來說明一下我們台北當代藝術館 玉華妳好 妳好 是不是跟觀眾朋友們也打個招呼好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今天來到我們台北當代藝術館這邊 就如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我們這邊當代藝術館很特別 它是一個藝術館 可是它又具有古蹟的身份 那我們其實當代藝術館 其實在開館成立的時候 創下了許多的第一 對就像剛剛主持人介紹 它是我們台灣第一個當代藝術館 那也是我們台灣第一個是用 古蹟建築在利用成為的美術館 那也是我們第一個就是 算是全球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當代藝術館 跟學校一個共構的建築體 我覺得當代藝術館很妙 就是說一般我們去藝術館或博物館 重點就是進去了看展 可是我覺得台北當代藝術館不同的是什麼 就是你還沒進來光看到建築物就已經開始在看了對不對 就是已經開始在欣賞這個我們的歷史建物 然後進來又有現代當代的展覽可以看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融合了 你看這個當代藝術館它本身是一個歷史建物 然後融合了當代的藝術 它其實是以前跟現代一個完美的一個結合 對不對 那我要想說 其實這個當代藝術 可能有些會比較沒有概念 何謂這個叫當代藝術 那可不可以請玉華跟我們講一下 所謂的當代藝術館 它那個當代藝術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意思 其實當代藝術館的話 就它的字面來講 大家就可以大概可以猜測到說 所謂的當代 那表示這裡面展出的藝術家或者是作品 它發生的年代其實都是跟我們的 所處的時空其實是比較契合的 並不是說可能是像故宮 那些作者可能都是幾百年前的 那所使用的媒材呢 也會呼應我們現在當代的技術發展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很多的作品 它是利用錄像藝術 或是甚至是VR的沉浸體驗 然後還有最近很夯的NFT的相關作品 也都會在這裡出現 那我這樣就大概有概念 所以也就是說 當代藝術館裡面的每個展覽 其實它跟隨著每個時期 可能可能它現在的政治環境 整個社會的氛圍 它的展覽的內容跟成品也會不一樣對不對 對還有就是它的議題也會 那我們這邊當代藝術館 它的議題就是會切合的 我們的社會脈動 對像我們在2017年 我們就展出了全亞洲第一個 以統治為議題的一個 亞洲藝術的 對的亞洲統治藝術的展覽觀和作用 那這個展覽也獲得就是 亞洲的十大好展之一這樣子 那同時像是日本的三一地震的議題 還有核災的議題 對那這些議題呢 其實就是在我們當代藝術館 都可以看到藝術家 利用藝術的媒材再把它重新轉化 去做一個呈現 對 所以當代藝術真的很有意思 就進來的時候可以感覺像 現代人不再去看到 以前那個歷史 然後再想說那個環境怎麼樣 我們現在就可以馬上感覺到 現在這些的藝術展品 我就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是當代的人 對 看到當代的藝術 那玉環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一個古蹟 歷史建物 它以往就是說 它一開始就是美術館嗎 一開始這個建物的話 就像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它就是一個古蹟建築 那它其實是誕生在在1919年 日治時代的時候 對那時候日治時代在這個區域 大家可以知道我們這個位置 身處台北後車站 然後跟大稻城的中間 對 其實從日治時代開始 它其實就是一個商業貿易 很精華的地段 對 所以那時候也很多日本人就是在這邊 就是居住 那同時因為他們有就是照顧下一代的需求 對 所以那時候就日本政府就開始在這邊設置了一個叫建成尋常小學校 那這就是我們藝術館的前身 它的第一代前身 小學校是國小的意思嗎 以我們現在來講 對 小學校以我們現在學制來講 是指的是國小 那當初因為是日治時代 它原先設置就是提供給就是日本人的後代就讀 可是因為 隨著貿易發展 像大稻城那邊很多山谷 他們的就是有一些經濟條件 比較優渥的家庭 他們就可以申請進來就讀 所以慢慢的也有一些台籍的小學生在那邊就讀 然後像比較有名的話 就是像前陣子離開我們的 像彭銘銘 嗯 還有使民 他們當初都是建成小學校畢業的 真的啊 對 所以其實 日本在殖民時期的時候 它是認為說這個是給他們自己的巧名念 但台灣人用自己的實力 我們還是進得來 所以這也是很不錯 那它當完小學之後 就變成美術館了嗎 呃 沒有 當初就是在日本戰敗之後 他們就慢慢陸續的就回到日本了 那這邊的空間呢 因為就國民政府來台 那需要一些辦公的空間 所以呢 這個小學校呢 就是被收編 作為台北市政府的辦公室 這樣子 哦 對 所以這裡以前是台北市政府 對 就是還沒在 不是在101那邊的時候 那個是之後 大概1993年之後 過去的 對 所以 以往可能我們知道的台北市長 比如說像李登輝啊 這些 他搞不好是在這邊 黃大洲啊 什麼的 他們都在這邊辦公 黃大洲也在這邊辦公 一直到陳水扁那個年代才過去 哦 黃大洲就是我們台北市捷運的一個重要的 主要設計跟推手嘛 一個很棒的一個市長 那所以 我們市政府 遷移到新大樓之後 這邊就 把它慢慢規劃成 大丹藝術館對不對 對 那時候 原先設置是叫做第二美術館 嗯嗯 對 那隨著就是 藝文界的人士 他們就是在一起討論說 那這邊的 使用的方向到底要規劃成什麼樣子 然後後續呢在2001年的時候 才就是定位成是當代藝術館這樣子 哦明白 因為台北市有一個市立美術館 對 一定要有一個市立館 所以當時候就是說 那邊變成第一美術館 這裡第二美術館 對 然後可能定位之後就第二美術館展當代 那乾脆不要叫第二美術館 叫當代藝術館 這樣子民眾也很方便 清楚 那邊就是美術館 這邊就是當代的藝術館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如果假設我是一個藝術家 嗯 我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嗯 我總感覺啦 我自己的想法 我總感覺就是說 我作品呈現出來 就像我的這個親生的小孩一樣 我會很珍視他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去介紹給大眾 怎麼去展覽 然後聽到美術館 當代藝術館 這好像都對我很遙遠 就是好像要去策展是一個 遙不可及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 可不可以讓我們民眾更貼近一點距離 就是說假設今天我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然後我想要來做一個策展的話 那我要怎麼跟當代藝術館申請 那他的大概審核的流程會有什麼 我其實可以先跟你們介紹一下說 我們這個展覽 展覽館裡面 我們其實有分為就是三大區 一個就是我們主展覽的區域 那主展覽區域的話呢 我們比較是以主題策劃展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會邀請就是策展人 國內外的策展人 對那他們會提案 經過我們內部 我們有建立一個 就是審查委員的制度 那我們就是會是在 像今年度 我們就其實已經審查 下一年度的展覽了 對那第二個展覽區域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Modcast Studio 對那它是兩個小展區 對那這兩個小展區的話 我們也是就是會在今年度 就會審查下一個年度的展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像主持人剛才提到了 我是藝術家 那我想要就是 我可能就是還沒有資源 大家也都不認識我 那我就可以透過就是Modcast Studio 這個增鑑的方式來投鑑 對那 它等於是也可以來報名的意思 對 然後另外第三個展區的話 就是我們針對 因為現在 藝術創作者他們的使用媒材 都開始用比較是數位化 所以我們在戶外廣場 有一個叫Modcast Video的展區 那它就是一個大電視牆 那如果你的創作呢 你是都用錄像的 影像方面的 那你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在我們今年度 然後投下一個年度的增鑑這樣子 喔 這樣很方便耶 它也不用搬來搬去 反正它只要增鑑 我去投稿 然後如果你們審查作業過了通知我 那我就照你們的規定 把我們的素材送過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展覽了對不對 而且通常因為就是像Studio跟Video 通常都是比較是 新銳的藝術家跟創作者 那他們在展展呈現 可能比較 花很多時間跟精力在創作過程 在呈現方面的話 其實就是 他們這邊 就是來我們這邊 入選的話呢 其實就是仰賴我們這邊管員 幫他協助怎麼去做一個展程 然後跟推廣 懂懂懂 這樣很貼心耶 就是 對不起喔 我是藝術家 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創作 然後所有的行政流程呢 我們館方這邊會幫忙 然後輔導把它做完 對不對 要不然 可能這個對藝術創作的人來講說 我要走這些行政程序 很麻煩 搞不懂乾脆我就不要了 那就很可惜 就是他的展覽就沒有展出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 當代藝術館是非常非常的貼心 就是說 還幫你把這些行政程序 做一個輔導 做一個走完 那 除了這之外 我想知道說 我們當代藝術館 如果我們來展覽 我問一句比較實際一點 他要不要花錢啊 就是說我想要展我的作品 我需不需要給什麼經費 或什麼費用付給館方呢 如果是增見的話呢 其實我們這邊都是有既定好的預算 那除非就是藝術家他本人就是有需要說 他們也可以就是額外的再去申請 其實像市府文化局 或者是國家藝術文藝基金會 他們都有額外的補助金額 所以如果就是我們撥給他的預算 如果他覺得就是 還不足的話 對還不足的話 其實也可以再跟其他政府單位 再申請預算一起加進來 其實我們也是接受的 這很棒耶 這樣子感覺他有兩筆經費的資助 然後讓他這個展覽可以更完整 對不對 更可以支持他做一個 這個藝術方面的一個啟發 或是藝術方面的一個創作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藝術創作不容易 就是以我們來講 可能我們是節目文字工作者 我會覺得說我腦中的想法 我可能用詞句來表達就會方便 或是說我們的老祖宗留給我們成語 最好用 用成語就很容易去放 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它 用藝術品呈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講 對新聞來講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像剛剛玉環有提到說 統治者啦 因為我覺得核災可能還好一點 表示就是一些東西弄得 稀稀碎碎的 這是我的想法 我沒有要批評任何藝術品的意思 我就說稀稀碎碎的感覺 大家就知道核災 可是統治這兩個字 要把它用實物展現出來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這些藝術創作者 其實他們也真的是需要我們的培植 對啊他們就是透過他們善用的媒材 然後去把想表達事情 經過這些藝術媒材去轉化出來 對那其實我們官方的人員 其實也有一點像是他們的算是推廣者 對然後用一般比較大眾可以接受的角度 或是語言然後推廣給大眾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你們不但是推廣者 你們可能還是當代藝術這些創作人的理解者 就是你可能很清楚知道說他們要的是什麼 如果說是像我來看的話 我就會可能他們溝通上就會有一點糾紛 也搞不清楚到底要什麼 所以其實你們也是要做一個很貼心的一個角色 可能你又真的用心靈去體會說 你想創作是什麼 然後我要該怎麼樣協助你 讓你能夠更順利的展出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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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